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主题的第二个小回合 那我们一样在这个小回合呢,继续来说明这两个主角 第一个主角叫Section模式,第二个主角叫PS模式 我们也是一样要来谈谈他们之间的这种美妙的搭配 美妙的搭配 好,那我们在这个小回合里头呢 我们拿的是VM跟这个ZMI来做个说明 我们的主要是谈的是ZMI EMV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助理的角色 那这个VM呢,相对上它就扮演这个圆外的角色 圆外的角色,OK 那这里呢,扮演访客呢,的角色是谁呢 VM呢,就是线程 就是扮演这个缓刻的角色 那这个ZMI EMV扮演这一个助理的角色 VM呢,扮演的是圆外的角色,OK 好,那我们这边还是一样帮你做个简单的铺垫动作 那铺垫动作呢,这里也是 再回忆一下这个Section的来源 那我们回忆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 像说TOMO猫的Server TOMCAD的Server 或者是微软IIS的Server 那这就是叫做Web Service的一个Server 的一种Server 那这个叫做Knight端 所以他要来访问这里 他也要来访问这里 他要访问这里 那么每一个 的访问呢,就建立出一个连线 就是每一个浏览器上来 就会建立出一个连线 叫做Connection 建立个Connection 所以每一个Connection呢 这个Server就会给他一个Section 的对象 来记录这个Connection 之间的这个对话 的细节跟状态 那只要你这浏览器没关闭 那你就一直维持了同一个Section 同一个Section 那同样的这边也会有一个Section的对象 来记录这个之间的这个 对话的过程 所以呢,每一个Connection 都有一个助理 每一个Connection都有一个Section的对象 那同样的在VM这边 每一个线程 每一个线程 这里是代表访客 那都有一个苏人的助理 助理 是在ZNI-EMV OK 好,那这就是VM的情形 VM 所以每一个线程 都要来访问这个VM 这个线程也要进来VM 所以VM就会 New 一个这个对象 来服务他 来服务他 那这个对象里头记录的就是跟这个线程有关的 一个数据 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的对象里头所存的内容 都是跟这个线程有关的 有关的 所以这就扮演这个助理的角色 这个就是圆外的角色 这个就是访客的角色 所以这边 那这一个就是Section 所以这个在VM上面也是采用的是一个Section的设计模式 OK 好,那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 一个情形只是用不同的图来表现 主线程进来到VM来访问的时候 VM就会 New一个对象 New一个助理 New一个助理 好啦,在小线程下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 所以每一个线程第一次进入VM的时候 VM就会替他创建一个助理 ZNI-EMV这个对象 就是 这个主线程第一次进到这里的时候会创建一个给他 助理给他 小线程进来的时候会再创建另外一个给 给小线程 OK 所以每一个线程都会有他自己的 这个ZNI-EMV 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物件 所以加瓦程的线程调用C的滚地函数的时候 该线程会经过VM 所以经过VM的时候就会帮他创建一个ZNI-EMV这个助理的对象了 所以线程不共享 每个线程有他自己的这个对象 就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线程安全就有保障啦 OK,这是我们之前有详细讨论过了 这里直接帮你复习一下 OK 就是因为 每个线程都有他自己的 助理 每个线程都有他自己的对象 因此呢 不共用对象 所以 所以创造了线程安全的保障 OK 好,简而言之呢 就是在预设的情况下,在默认的情况下 当某个线程进入第1次进入VM VM就会替他创建一个助理 就是创建一个Section对象 只要该线程还存着这个专属的 对象就会留着了 就会留着OK 同样在这里 同样在这里 你看这个小线程进来 也会创建这个是主线程的助理 还留着 这个是小线程的助理 好,那小线程进来第1次 小线程第1次进来的时候 就创建了一个助理给他 当第2次 在进来的时候 是同一个 同一个对象 是同一个对象 OK 是同一个对象 好 现在我们就来 这个在我们 了解的 有两个情境 一个就是 Camera Service 我们之前 在上一个小回合 挤过了 这个 Camera Service Camera Service 幕后的 这个Section的模式 以及呢 刚刚已经谈过了 VM 跟JMI 这个情境下的 Section设计模式 还有 Camera Service设计模式 那我们现在就来 对这个设计模式的一般架构 做一个 归纳 跟说明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 Section的模式 其实是来自 Camera Service的系统架构 也就是 有个Server 那么有个Client 有个Client 然后这个Server有Server的这口 Client有Client的这口 OK 那 Client 要来访问Server Client要来访问Server 所以这个Client 跟Server之间 透过这口来互相通信 那现在的议题就是 多个Client 同时来 以Server建立连结的时候 所以Client跟Server之间是 N对E的关系 N对E的关系 比如说 这个 Client有很多个 比如说这边还有Client 他也要来跟Server 所以这个叫做N个Client 对一个Server 这叫N对E的关系 OK 所以 这个Client跟Server之间是N对E的关系 就是这个图N对E的关系 那这个架构呢就可以 表示呢 可以建立Client跟Server之间的 喜多喜多的连结关系 例如呢 Client端是浏览器 那 就可以跟WebServer建立连结关系 意思说很多聊天 因为Client有很多个 所以可能建出的连结 会有很多个 好 所以呢 每个每个连结都会有一个Session 每个连结都会有他的一段交谈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Session的对象 来记录他 所以Client透过某项机制来绑定 后台的Server 这第1个动作 就是绑定的动作 有没有 好 绑定之后呢第2个动作 Client就 调用Server的 GetConnection的函数 好 也就是我们 在CameraService里头呢 的 这个Connect 这个函数 OK 这个时候Server就创建一个Session的对象 来记录这项连结的 的一个相关的对话 那这是属于这个 Connection专属的对象 记录 这个Connection的 对话 OK 所以呢 啊 他 Client 调用Server的GetSession 在这里 就是绑定之后 他调用GetSession 这个时候他就去创建Session的对象 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就去New它 New一个助理就对了 New一个助理 他在call他的GetSession的时候 他就New一个Session的对象 然后再把Session对象 的 这个J口 指针把它丢给他 所以他就可以指向他 指向他之后呢 他掌握的这个J口 就是 这个Client呢 有了这个J口的指针 就可以透过 ISession的J口来调用 Session函数了 就来调用他 所以Client就可以call他啦 就可以call到他啦 OK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就可以跟Server来做沟通了 所以Client就可以 透过这个J口 然后调用到这个J口 然后再调用到这个Server 就是透过这个机制 那这样子就可以 同信起来了 也就是这个叫做访客嘛 访客呢 透过这个助理嘛 来跟这个圆外 做沟通嘛 跟圆外做沟通 OK 所以上图 上图的调用的时候 K9可以把自己的IK9J口 啊 就是说 我们为了让他可以call回来 让原来 让原来可以callback 如果要让原来可以callback 这个时候在访客在调用 就是先 调用过来 之后才会做callback嘛 所以在调用的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 IK9J口当参数 把它传过来 他就可以call回来了 OK 这个意思是这样 就上图在调用的时候 K9可以将自己的IK9J口 啊 当成参数传给Server 啊 就是在讲说 这K9在做 做这一项的 动作的时候 啊 那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个J口当参数 传递给这个Server 传递给这个Server Server就可以call回来啦 就可以call回来啦 OK 让这个Section后Server 能够透过IK9J口来调用 K9的函数 就是 可以透过IK9J口来调用 这个K9的函数 因此创造了双向的通信 啊 通向的通信机制 所以建立了一个双向连结 通信的一个架构 就是这样子 啊 这个K9可以透过 这边来call他 啊 call他 然后把他的参数 把他的J口当参数传过来 那他就可以必要的时候 他就可以往这边调用 他也可以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往这边调用 OK 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OK 这叫双向的 因为K9拥有I Session的J口 所以就能够跟他沟通 啊 因为这个K9 能够指向这个J口 所以 K9就可以 透过 助理跟any沟通 OK 那因为 他在调用的时候已经把这个J口 传购来了 所以 Server拥有 I Session的J口 所以Server拥有I Session的J口 所以就能够透过I Session的J口 来以K9沟通 就是他 有这个J口的指针就可以透过他 再来call他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个 除了 这一个我们看过的 这个 Camera Service的系统服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外 事实上 还有更多更多的 系统服务或是其他的 这个模块都会有这样的 一个结构 就是Session的模式的应用 所以呢 这个在Service Framer 我这边只是先 帮你 做个例子而已 待会会有很详细的时间来说明 会有很充裕的时间做很详细的说明 这个Service Framer 的这个 Session模式的应用 所以 这里是一样 上面有这个App 有App 启动了 那么他就会要来一张要画布 要来做话语会图 因为这个是 Service Framer 会提供 提供Keras 就是画布 画图用的画布 画图用的画布 OK 所以App 他要画图的时候 那他会在C++层 这是C++层 这个创建的叫Service Composer Client 那Service Composer Client呢 他就是 第1个动作呢 也是要透过SN 通过SN 去Bind的这个 去绑定这个Service Framer的服务 第2个动作呢 也是一样 他要来跟他要Connection 叫做 这个Connect 在Connect的时候 他就会New一个对象 New一个这个助理 助理 那他就是圆外 那他就是访客 访客 好啦 内完助理之后就把助理的IVJ口传回来给他 所以他就有这个IVJ口之后 第3个动作 就可以扣他 扣他 再扣到他了 OK 整个动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Section的Pattern 处处都是 用的很多 那了解了这个Section pattern之后 你就很容易了解 这个Service Framer 这个 这个 VM的GNI EMV 还有这个Service Framer Camera Service 等等的 那 对你了解 Android的架构也非常有帮助 透过这些系统 来到让你最深刻的 领悟 Section 以及 PS模式 的一种微妙的 美妙 又微妙的组合呢 那对你的架构设计能力 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那我这一部分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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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